新冠疫情严峻 彰化县政府宣布自18日中午12点起 疫情灾害应变中心升级为二级 并召开紧急疫情会议 做出以下才是 我们跟中央沟通之后 我们也立即指示彰化县 我们的灾害应变中心 我们提升为二级开设 同时跟县府各局处召开我们紧急会议 未来也针对彰化县的疫情乐趣 我们沿拟超前部署的规划跟布置 那我现在要开始来宣布 我们下面几项措施 第一个我们请求中央资源 因为基于施害紧急 我们请求中央授权 我们第一时间发布疫情来安定人心 第二我们也请求中央支援我们疫苗或者开放紧急的一个采购 第三请求中央支援我们化学兵来协助清洁消毒的一个作业 第四我们请求中央能够同意基于疫情的考量 我们彰化县全境的学校能够停课两周 第五请求我们中央的医服会来支持我们设立集中的检疫所 那我们也针对我们重灾区西湖浦兴永静我们三个乡镇有以下的措施 第一个西湖浦兴永静三个乡镇学校包括幼稚园全面停课两周 从5月19号一直到6月1号 第二个我们增设轻型的收治病房跟集中检疫所 第三西湖浦兴永静三乡镇升级人流管制的措施 第一社区活动我们全面停止 包括餐饮歌唱泡茶聊天以及联谊等等 第二我们关闭西湖补兴永静三乡镇各类的场馆跟场所 包括幼稚园托婴中心等等 第三宫庙及宗教场所不得入内参拜 第四餐饮宴全部改采外卖现场饮食一律净值 第五我们传统市场现场的饮食也一律净值 第六补习班才艺班客照班安清班等全面暂停上课 第四彰化线我们预计从5月21到5月23号三天全面大消毒 这个除了工部门也希望我们民间大家一起来 第五我们在第一阶段征用三十间 大概有1420间房间作为居家隔离的场所 教育部18日宣布因应国内疫情警戒升级 自5月19日起至5月28日止 全国各级学校及公私立幼儿园停止到校上课 儿童课后照顾服务中心 补习班等各类教育机构也同时配合停课 请所有学生在家学习 公益频道黄诗婷彰化采访报导